不知道由何時開始 我和她的關係由枕邊人 變成了壽人 她不知道我真的很愛她 就算得到她的江山 得不到她的心 對我來說都是沒意思 其實我只是想做一個小女人 真心和假意很難看得透 我們做這一行那麼久 有多少個男人真是真心的? 男人未得到手時的千衣百順 得到手之後就看她什麼時候厭 這些事我都如葬 姚貴生會覺得感情是要相當面付出的 如果只是自己女生單方面付出 應該是比較難去維繫 本身已經很忙 又要幫她打理她的生意 自從開了白浪門之後 湯哥也認識了小三 即是沈卓瑩 我覺得是難接受的 當然在當時的社會 可能三七四次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姚貴生的想法都是 愛一個人就是用心去愛一個人 所以是很失落的 喬奧天馬鳴是一個小子 經由我的提拔介紹給唐哥 所以喬奧天馬鳴是他的門生 勾二嫂已經是很大件事 他不只勾二嫂 還要勾自己的仙母 所以是當時的社會絕對不可能的事 所以那一刻都是沒有一起 心動啊 小鮮肉 女人有時不可以太擅長 有時要裝傻 有時要識哄人 姚貴生最脅迫的就是這一點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 沒有特別去應付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對的人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是重要的 不需要每時每刻都要對著 要見面或者要怎樣 但起碼大家的信念是一致的話 你這條路就可以一起走下去 我認為已完成你的事情 是否有持續 你的家中間 你可以想騙一個這樣 Tamco 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很照顧身邊的Partner 他的對手 或者是個劇組 上上下下下他都會很照顧到 而且在他身上學到很多事情 就算你做一個大佬 你都不一定每一句都很威嚴 反而你輕輕地去戴過 突然之間又惡惡 有些技巧上的東西 我在身上慢慢在旁邊觀察到很多 秋生嗎?秋生很有趣 秋生會有空睡醒 會在化妝間見到他進來化妝的時候 然後他會跟他說 我昨晚發夢的時候夢見什麼 其實他不是一個這麼嚴肅 這麼兇的人 有很多未跟他合作過的演員 會害怕他 我以前跟他在電影上合作過 其實他是一個大小孩 哄一下他他很開心 我以前的歌曲 他不想哄一下 在那裡 他不想哄一下 他不想哄一下 他不想哄一下